然後那天我們拍完的時候 其實也是滿晚的 到了晚上回到旅館 然後我進房間 就是Check in之後 然後拿到我的房卡 我進房間的那一刻的時候 已經晚上10點多了 但是當我進去把門打開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房間真的很奇怪 我一個人的房間 有兩張雙人床 它是併在一起的 然後一進去的時候 它是靠在最右邊 然後靠著牆 然後我的左邊是浴室 然後我一進去的那一面牆 是一整大片的鏡子 進去的感覺 跟我第一次出外景一樣 這個房間好冷 然後我就覺得 哇 這個感覺好熟悉 它一面大牆 正等於就正對著房間門就對了 一面大鏡子 大鏡子 對 對 正對著房間門 讓你走進來的時候 讓你走進來你就看到你自己 對 然後它有個畫 只有自己嗎 還是有別人跟你進來 沒有 應該是只有我自己 好 鏡子顯現一個人而已 對 就顯現我一個人 這怎麼會夠刺激 就我一個人 然後就進去之後 然後那個大鏡子 其實它旁邊 有一個小小的梳妝台 是讓我們化妝用的 那我就不想要管太多 因為我覺得只要人心正 我們不要犯著他們 然後我想說我隔天5點就要起來 我要趕快睡覺 然後我都弄好 我就坐下來囉 我就選了一張床來睡 然後我選的那張 其實是靠鏡子的那邊 因為兩張並在一起 對 兩張並在一起 因為很大 弄很大 我就想說靠邊邊就好 因為我都睡最靠走廊那邊 然後我就躺著睡 我在躺沒多久 然後我又覺得旁邊的那一張 雙人床有一個人坐下來 那種彷徨的那種 坐下來 陷下來的感覺 陷下來的感覺 妳是感覺的 對 因為我背對 其實我沒有看到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很安靜嘛 所以你可以很明顯感覺到 它那個床 那被壓下來 然後我想說 唉唷 是什麼 是我太累了嗎 我不要管它 不要管它 不管喔 然後 妳就慢慢發現 它是慢慢慢慢接近妳 就是從妳的身上這樣子過來 然後我想說 哇 這個感覺 它那個 有一個人 慢慢慢慢靠近妳的 那個背的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 哇 我沒有怎麼樣 拜託拜託 然後我想說 我真的要睡覺 我好累喔 後來我心裡就想說 那沒有關係 我睡覺 我眼睛又閉著 我還是不敢展開 沒有多久之後 它就 整個就這樣子 爬上去 就壓上來了 它是慢慢的喔 它就整個這樣壓上來 然後很靠近 就是因為我這樣撤對著嘛 它整個這樣子 靠著我這樣子 壓著我的臉這樣子 然後我就 眼睛也睜不開 我叫也叫不出來 然後我心裡想說 那怎麼辦 但是我有聽過 我的朋友跟我講說 如果你遇到這種事件啊 你的心裡就是 就是不斷地罵髒話 要不然就不斷地罵 就是講阿彌陀佛 所以我把我這輩子 我會講的髒話都講出來了 妳不是講不出話來嗎 心裡默念 對 心裡 就是一直唸 我也不知道唸多久 然後 就是 妳那個應該算身影 那不算 因為沒有辦法發出聲音來 然後我就 也不知道掙扎了多久 大概 很累很累 然後 不知道 就是突然 一個那個白光這樣子 一閃過去之後 我可以動了 然後我就慢慢的就 整個人 突然聲音可以叫出來了 然後後來我叫出來之後呢 那個感覺全部都不見了 我就睡著了 後來呢 睡著之後 我想說 哇 就這樣睡著了嘛 隔天呢 在拍一拍 在那個工作的時候 那攝影大哥就看到了臉 妳今天臉看得怎麼綠綠的 然後我想說 妳怎麼看得出來我的臉綠綠的 她說妳的鏡頭好明顯 妳的臉整個都是綠色的耶 然後我就說怎麼 我就跟她講 我昨天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她也跟我開玩笑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跟我開玩笑 說是這樣子喔 因為那個旅館啊 我進去的時候 我昨天也是到了那個房間啊 然後我也知道有鬼啦 我也知道有兄弟啦 我把她罵出去了 然後我心裡想說 妳罵出去 妳是罵來我房間嗎 然後後來她就 她在那裡想說 她就說不是啊 其實好像這個房 那個旅館裡面呢 其實這個旅館是重建的 然後它裡面好像 之前就死了很多人過 然後重建其實她看得乾乾淨淨 所以妳不知道 其實裡面曾經有發生過一些事情 本來就不乾淨 所以一話是沒睡好 所以臉綠綠綠 還是真的是有不好的 鬼壓床 就會臉綠綠 有時候碰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臉就會泛清 可是我們那種泛清 其實妳看臉色是白的 可是妳臉色白的 妳會感覺臉上被打了某種青色的光 對 然後就像我們黑青 黑青到某一種程度 它要退的時候 就是泛著那種黑青的顏色 那甚至我還碰過一個客人 他來的時候 他的臉色是 就是白白的 然後嘴唇有點黑黑 泛黑 那就覺得說 那個可能就是嘴唇沒有去角質 可是它的硬糖 我們講硬糖發黑 就是那種感覺 它不是那種真的黑色 它是那種黑青 然後要退不退 但是它的嘴唇是在皮膚的白 蒼白的皮膚下面那種泛出來的顏色 然後我看到它的時候 最覺得最可怕的 它沒有戴眼鏡 如果我們戴眼鏡 如果眼鏡那個鏡片沒有擦乾淨 是有指紋 灰灰 朦朦朦的 它的眼睛 沒有戴眼鏡 但是它的眼神 就是感覺鏡片沒有擦乾淨 是朦朦的 不適合 不換算 我就說你怎麼了 它說它已經找不到 就是人家介紹它來找我們 然後它說不知道怎麼了 因為它去旅遊 跟了一個比較便宜的旅行團 然後去北京 它想說 因為它那個一個年輕的 也不算年輕的 四十出頭 然後單身女孩子 就是一個人自由自在到處走 然後到處走呢 走到了那個 跟團 跟團 但是跟團就是它有放風的時間嘛 它說它要為自己活 所以它就 對 它要找出自己的一個興趣 它那段時間在學攝影 那學攝影 它就買了一個還不錯的相機 就去找一些老 就是老房子 它說它那天就是 導遊給他們四十分鐘的放風時間 就到一個北京的小巷弄 就是那個大宅院那邊 那個地方叫大沙爛 然後後面 它就一直鑽小巷子 然後就看到有一個人家 好老好老的那個 好有風味 它說好有風情的一個大宅院 然後看到人家後門沒有關 它就偷偷的鑽進去 鑽進去了之後呢 鑽到旁邊它看到 那邊有個類似柴房的後門 它就一路鑽進去 然後它回頭看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天有點 它感覺那個天空的顏色 然後配上那個圍牆 再配上那個樹的 那個樹枝那種 那個餐廁的感覺 它就覺得好美喔 它就它覺得它的人生 就是要突破那個柵欄 然後開創它未來的人生 所以它就說 它一定要找到那個角度去拍 所以它鑽到那個 再進去那個採訪 然後它不知道撞到什麼 它就說它撞到一個 木頭之類的東西 撞倒了 但是它躺在地上 就是半靠在地上往上拍 它抓到那個景 它說那個景真的是美 為什麼它一直在形容 它那個美景 因為它說它最後回來的時候 它那張照片不見了 它找不到了 然後40分鐘到了 就到了導遊的集合地點之後 欸 它開始覺得不太舒服 有點反胃 它想說 是不是中午吃的東西不太好 就一直想吐 可是吐不出來 然後就旁邊人說 欸 你臉色很差耶 它就一直覺得說 可能中午吃的東西不新鮮 再過兩三天 每天它都是這樣 就每天上車就感覺是暈車 然後每天晚上就覺得頭很暈很暈 然後白天晚上 它沒有辦法睡 它就說晚上睡不著 可是白天頭很暈 白天也起不來 可是跟團它就必須要 早上就一大早被挖起來嘛 三天之後回台灣 然後人家叫它去收金 因為隔壁的阿嬤跟它講說 你怎麼不對 你要去收金 一定是撞到什麼東西 然後去收金 收了好幾個地方 就是沒有效 最後才跑來找我們 然後它進來我就說 它的眼神就是 它這個眼睛都已經 我們講說只有在某種程度 你才會有那種盲目的那種狀況 然後後來我們就進去 我們點了 我們在那個地方葡萄 它其實是有香菸 鳥繞的 然後我就看到 它的這個地方有一個影子 然後那個影子就覺得 那個時候我就吸了一口氣 因為我們真的不太喜歡 看到那種樣子 然後我就說 你撞倒人家的東西 你有沒有把人家弄起來 他說撞倒什麼東西 所以才形容剛剛那一段 他說撞倒可能是 人家撐門的那個木桿 我就覺得不太對 應該不是木桿 那應該是人家老太太的拐杖 把人家老太太的拐杖 弄倒了 沒有把人家撿起來 所以現在老太太 把你當成人力車在騎 而且一個年輕女孩子到處跑 對老太太來講 她也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 然後四處去遊玩 我覺得老太太也會覺得 很好玩 很羨慕這樣的人生 因為相信老太太一輩子也沒有 她的人生可能就在那個大展院裡面 她也沒有其他的那個 後來就是等到我們想要 請她離開的時候 我們香越燒越旺 越燒越多的時候 就老太太她就越來越明顯 就看了一個老太太她穿大褲子 那種大褲子 就是可以到腳的那種大褲子 然後她本來是背對 所以我可以看她頭髮還快掉 但是還是有個記在腦後 本來只看到背影 結果她快要離開的時候 她回過頭來 我只看到三個黑洞 就是這兩個黑洞 跟沒有牙齒的黑洞 就是感覺三個黑洞 然後她就這樣很不高興的 就離開了 然後之後 我們在檢查她的這個地方 因為她說 她就是整個人都很痛苦 然後一直想吐 然後回來有去給人家捏 但是她覺得她這裡 整個都是卡住的 然後所以後來才發現 她這裡黑洞 對 整個是黑洞的 這個洞太久了 那後來之後她就好了嗎 後來慢慢就是請她 自己去做一些回向念經的動作 然後也是去廟裡 然後也是要跟人家說一聲對不起 對 你畢竟還是把人家的東西撞到 然後出去 剛才這個有的沒有的 都是年輕的男人 妳說我老的就不會這樣 而且他們比較好色 甚至我也不容易碰到 你看她只好犧牲她自己 對 是 就是 說老的不夠漂亮 都不會來找 而且已婚的 也比較不容易碰到 她已經沒有了 她就比較會 真的 更不會 她會找小Call 她很清楚 她一直在乎的時候 年紀跟已不已婚 沒有 有小孩的也比較少